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间家庭式24小时便利店 主要埋开报纸、杂志和饮品 附近还有两间大集团连锁便利店 店主黎先生说 他在这里做生意已经十几年 面对大集团竞争还顶得下 不过两个月前黄虫家间超市一开业 就抢了他两成生意 因为他始终将他拿货价来做 跟我们要每一样都要赚两毛钱三毛钱才有生存 三十几元商回来 个半人一家知道 那我便有二十五个利润 一百分之二十五 两毛钱 是不是 一毛钱有两毛钱 两毛钱有五毛钱还不够 如果全部有两分半生意 买到九层楼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哪有两分成生意 那一毛钱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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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富有ief 说我原来跟爱思奶很厉害 就是 Scientists念者 要计划这些货 竞争力领导锃 得生可以 enforcement 便非常反应 我最喜欢一切 kan用的方法 帮我的租价 还要靠业主不租 但包括业主 不 medios业主 不断加租 不 implants 不死得 拿貨又要付錢 沒錢給你問我 他肯肯付貨 說現實而已 不用看著大佬 不是我聲音 是沒有人相信你 他說他是蝦仔 他說他算蝦仔 胃口又大 他也是蝦仔 我們不是微生物是甚麼 就等死了 一等淘汰而已 業主家你租淘汰就行了 是不是 你說競爭發出了 他們是否用手段 你除非派臥底 歐盟很多時候要臥底 如果沒有臥底 你根本無法捉到別人違規的東西 其實市場是可以健康些走的 但這是很理性化去想 不理性化就是大家惡鬥惡鬧 這傢伙拿錢出來欺負人 我又罵別人的大霸權 把整個市場押了 如果有機會進入這個圈子 就應該想到一個方法 嘗試改模式才會有市場 其實我覺得這一種 我自己都是好世間 真是幾個人開始的廠仔 自己都知道世間很無奈 真是很無奈 那邊也是我們 林偉晉開零食連鎖店 是他的副業 主業是中山的時圈廠 論規模在行內屬於頂級 手上長期有幾個外國大牌子的訂單 一條拉六百萬一條 即是這樣計算一條六百多萬 最重要是有單 我現在這些客人肯要 和我現在的街坊肯買 是一樣的 如果我只能開零食一樣 我現在賺多了 讓客人吵我 這家貴了 隔壁那家便宜 我再減少一點 再減少一點 哪樣好呢 直至尿當 實際一點 我就希望 客人進來 以後就進來 即是他們剛才帶客人來 那個日本人 他退休了 他來這裡跟我們說聲拜拜 我說不出來跟他拜拜 他真的來這裡跟我們說聲拜拜 對呀 做到他退休 起碼都要幫助我 他自己有二十年 這樣才是生意 生意不是做一鋪的 在內地開廠三十幾年 林偉俊經歷過08年金融危機 生意大跌 今天總算能夠熬過難關 你一定要想辦法 將管理成本 找第二部份來攤 這次都 那我們大家長穩 是吧 那些不變 他說發展零售業務 除了找多一條出路 還希望在香港累積經驗之後 將來在內地大展拳腳 殺多飯 殺多飯要不要加人 肯定不用加人 以我們這裡的搬運力量 比香港厲害 好厲害 林偉俊的連鎖零食店開業年紀 已經確鑽到六十間分店 計劃明年第一季開舊九十間 舖頭開完一間接一間 他們由細店變成大型鎖店 上兩個星期 有報章接到投訴 林偉俊被更細的零售店批評 以大欺勢 賣了一隻 人都說明了 大盒小 小盒小 小盒很近小 他覺得多一間在這裡 飯就這麼多 多個人去分了一碗飯 當然有影響 這個 這個 都正常的 正常的 我不是說要做善事做好人的人 不是 我覺得 我都是做工作的人 如果我做一份工作 我不是走去欺負他們 如果我做一份工作 出來好像 我是剝上了員工 才可以找到餐額 我都睡不著 就是這樣 有時可能看到一個肥佬 在他臉上出過幾次 其實我去過他三次 我一直觀察他跟我們的差異 最大分別是甚麼 我的貨 我脫離了中間供應 受壓的小型零食店老闆 卷他訪問 不想再多提批評的事 當時他們向報章投訴 說街坊生意原本很穩定 現在好像跟人單打獨鬥 擔心最終會做不住 好 這個阿信屋 各個最低零售價的事情發生之前 其實推動競爭法的這麼多位 大家都有點苦無辦法 大家都覺得競爭法是非常技術性 非常複雜 但是其實競爭法到最後都是為了民生 是為了消費者的利益 競爭法最終的目標是保障消費者 其實我想到目前為止大家討論 都忽略了一件事 其實競爭法最主要最終受益的人 最終要保護的人就是消費者 廣大的市民 不是保障大財團 不是打擊大財團 不是保障中小企 也不是打擊中小企 只不過是為了維護一個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 以自由競爭情況之下 令到消費者在市場上得到最大的利益 以最低的價錢買到最好的產品 美國是最早立法規管反競爭行為的國家 而其他歐美國家 好像英國、加拿大、澳洲等 都在七、八十年代 已經開始實施競爭法 而最近此香港營商環境的新加坡 亦都在04年立例 規管反競爭行為 相比起來香港是嚴重落後 出錢一丁 之前在報紙傳媒都說過很多 其實如果正常價格競爭就沒問題了 但如果當供應商跟零售商說 不可以低過這個價格去賣 而產品在市場上又重要的 那就可能出現競爭的問題 這裡你看到8公斤米就賣89.9 然後還有10元現金回贈 減價當然是正常市場競爭 但其實大家也可以想想為什麼這麼奇怪 為什麼超市如果要減價不直接減10元 而要用10元現金回贈 其實是有什麼原因令超市不能夠 直接減價這包米的價錢 其實都何圈何點 不知道會不會壟斷 總之每次去都昂貴 真的嗎 對,超市場每次去都昂貴 每次都省到10多元 對你們來說有10多元就真的… 對,打車夠了,回到這麼大便 八街,圍康,價錢不能選擇 以前都說可以比一下 但現在沒有,一樣 人為通脹,不是真的通脹 人為通脹 競爭法草案建議 在市場中,具有市場權勢的商戶 不得妨礙、限制或扭曲競爭 濫用權勢 這些行為 包含對競爭對手的攻擊性表現 損害消費者 限制生產、市場或技術發展 在市場上,運動會有市場 有市場地位 通脹,市場地獲有工地獲 連動會有罪 交易地獲 在市場上還是市場 在市場中,市場中,市場地獲 都市場地獲得 各地獲物 公司交易地獲得 最後一項目 在市場地獲物 原券 公司交易地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